大家好,我是Alan 之后呢就是我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这个Jungle开发进阶课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次课 就是自定义的标签 那这节课主要学习这个就是模板它的一个基础回顾 然后创建模板库 最后就是看具体的自定义标签是如何实现的 首先我们回顾一下模板它的基础 模板是用Jungle模板语言标记过的一个python的字符串 模板可以包含模板的标签和变量 模板标签呢是在模板里起作用的一个标记 比如说一个模板标签可以展生控制结构的内容 获取数据库内容或者是访问其他的模板标签 然后一个标签被这个一个大括号里边用两个那个 这个符号来包围 变量标签然后背两个大括号来包围 context它是一个传递给模板的key value的一个对 模板渲染是通过context来获取值来期换模板中变量 并执行所有的模板标签 尽管Jungle模板语言自带了许多内置的一个标签 但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组建自己套有的标签来满足项目的需要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通过自定义标签来扩展我们的模板系统 首先我们来创建这个模板库我们打开这个pycham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应用它是直接可以跑起来的 但是我们为了创建这个自定标签呢 我们首先创建模板库然后创建一个文件夹 它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pulse这个app的根目录下 然后我们创建一个dictionary名字叫template template text 然后如果你想自定义标签的话就必须创建这个名字 这个是Jungle他要求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template text 创建一个python的init的这个文件说明它是一个包 是一个空的文件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新建一个文件来创建我们的自定义标签 比如说我们新建一个poreextras 这个python文件来定义我们的标签 我们要我们要学会自定义标签 首先要了解模板系统它的工作流程 首先就是编译生成模板对象 然后模板对象使用上下文的对象 渲染生成的tml的内容 我们要实现自己的这个标签呢 就要告诉Jungle我们是如何对标签对上面两个步骤进行操作的 首先当Jungle编一个模板的时候呢 它把原始的模板文件的内容变成一个个的节点 每个节点就是Jungle template node的一个实例 节点都是有一个render函数的 因此一个编译的模板对象可以看成是一个节点对象的列表 我们自定的时候也必须实现自己的节点 接着我们就来定义一个根据日期格式来获取当前日期的这个标签 当然Jungle内置有Now这个标签 我们这里实现这个标签值 向大家展示Jungle自定义标签最基本的一个做法 我们可以 我们首先引入这个template 从Jungle import template 首先呢我们来创建一个全局的register变量 用来注册既定义标签 它是这个template library的一个实例 接着我们来定义我们的节点类 实现render函数class 比如说叫elenDateNode 然后它是这个node的一个子类 接着呢我们来定义它的这个处理化的函数 它接受以一个日期的格式 defunit pomand string 然后呢把这个格式给存起来 然后定义render函数 其实就是实现这个render函数 我们render函数呢比较简单 直接返回这个datetime 然后我们导入这个datetime fromdatetime 因为要返回时间 importdatetime now 非常的简单 然后把这个self.format string传进去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呢我们来创建这个编译函数 主要用来获取模板中的参数 并实力化相应的node类对象 然后我们创建这个编译函数 def date 然后呢它就是一个pizer token 就把它给解析出来 tag name format format string 把这个token解析出来 plate content 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这个tag name 就是这个data 然后接着就是它的日期的格式化的一个字符串 然后我们如果解析这个失败的时候就抛出一个异常 value error alrise template 然后呢就invalid args 接着呢我们就实力化一个这个节点node format string 接着呢我们需要用这个register这个全球变量来注册这个data allen这个编译函数 要用它的tag 然后name等于这个data allen 然后compile function也是等于这个data allen 我们这样就可以首先然后把这个pore extra这个自定义标件的文件load进来 然后就可以使用它了 比如说就这个data allen 然后然后再写我们的这个格式化的自图创 我们就可以运行我们的这个项目来打开主印来看这个结果打开主印 然后看它就显示了欢迎来到增狗进行教程 接着就显示时间 我们看它是带了一个租物串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租物串给干掉 然后呢就在这个地方切割一下 保存 我们再打开 看到这个租物串没有了 我们还可以通过Jungle内置的这个装饰器来简化我们的注册 比如说我们这个就可以注掉 我们就可以用装饰器来进行注册 adgesture.tag 然后name等于data allen 然后这个compile function就是默认的就是我们下边的这个 它就是通过装饰器把它给包装起来 我们就可以再次打开 然后同样是可以的 当然我们还有一种更简洁的方法 这个也是可以省略的 然后它的name也是默认的我们这个be函数的名字 我们再次打开 同样是可以的 看着它可以讲话到这样的这个程度 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我们想在这个tml里边其他地方使用当前时间怎么办 我们可以在rend的函数中使用这个context来设置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可以进行设置 把当年时间给保存下来 然后我们把它给设置到context里边 比如说设置一个mytime等于now 然后再return一个空的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在这个tml去访问它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里边去访问它 now it is 然后比如说我们定义的是这个mytime 就把这个拷过来 我们就可以再次打开看一下 它同样显示了at is 什么什么时间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mytime来替代了这个data allen 这个加这个科学化作物串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在代码里边去写死了这个mytime 然后去替代这个当前的时间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用了一个硬编码 然后我们如何来解决这个硬编码的问题呢 其实在这个jungle里边它支持这样的一种格式 比如说 as mytime 就是说你指定它的一个变量 但是我可以指定其他的这个变量名称 我们就需要在这个编译函数和这个节点里边去支持这样的操作 然后我们对这个编译函函数进行修改 首先把它全部给解析出来 token.splay.contents 然后看它是不是有这个as这个标示 如果它的长度是4的时候 and它的倒数第二个是这个as 然后呢我们就把as的变量复给它 当然就是倒数第一个 就它看它复给什么边量else 如果它的长度是不等于2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抛出异常 然后把这个实际的格式化轴串给抽出异常 然后把这个实际的格式化轴串给抽出异常 传过去 然后把as vr也传过去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显然就要改变 这个变成as vr加一个参数 self-as vr 然后我们render当然也要变化了 if self-as vr 不为空的时候呢 我们就很简单的把这个context的去设置 这个as vr 然后设置进去 else 这个返回个空的租策 否则的话我们就直接返回当前的这个日期的租策 把now给返回回去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比如说as element time 然后这个地方就可以用这个element time 这个变量来显示当前的时间 然后我们就打开 看我们这样还是可以的 大家看到这样写是不是为了这个一个复制的变量来这样写了一大堆代码 是不是感觉有点复杂 当然这个jungle它提供了这个assignment tag来帮我们简化 也就是复制的标签 它可以进行复制 我们就可以简单的来定义一个比如说get current current urent time 然后它接受一个format string 就可以是可复制的return daytime now 好 直接把format给传进去 然后注册的时候 register assignment tag 这样它就直接帮助我们把这个复给了我们需要就是add之后的那个变量 我们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的用 后我们就可以修改为这个地方就可以修改为get current time 我们可以访问它 我们可以访问它 我们看这样同样是可以的 你就简化了这个 自定义标签 付给一个变量 它的一个代码 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包含的标签 包含标签是通过渲染其他的模板来展示内容的 这里标签的用途在于一些相似的内容的展示 并返回内容是渲染其他模板得到的内容 所以说我们叫它包含标签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表明包含标签是如何使用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这个 orderman看一下我们数据库保存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们保存了这个poem这个model 然后里边保存了一些诗人的名字和诗人的这个诗的名字 比如说网维过相继次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查询这个诗人的名字来获取它所有的这个诗词的名字 我们通过自定标签如何实现呢 首先我们给它定义了一个渲染的模板 然后叫做这个 result 然后我们这里边就可以把渲染的模板写出来 uil然后就是p 然后显示这个authorname aotho 显示作者的名字 然后在一个for循环 for coem in poems 然后显示这个名字诗词的名字title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去定义 这个包含的标签的这个实现函数 Def Poems of Author 然后接受一个参数是AuthorName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通过 Poems 然后首先导入这个Poems 这个Model fromPoems ModelImport Poem Objects Filter 这个大家应该非常熟悉 学过前面的内容的话 然后呢我们就直接的去返回 AuthorName也可以返回回去 Poem 注册它 Inclusion Tag 然后它就自动帮我们去完成了这个渲染 当然我们要指定这个渲染的这个HTML文件 我们在这个HOME就可以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去使用 比如说李白 然后去打开看一下运行的结果 我们就看到了它显示了李白这个诗的名字 和它所有的这个诗词的title 你就看到了这个包含标签 它是如何运用的 然后这节课呢 我们就主要学习了模板的基础回顾 然后如何扩展模板的系统 资讯标签的几种用法 然后希望大家下去的多加练习 掌握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